各位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收看本期的中国禁闻 北京时间3月23号晚间8点左右 大陆最大的搜索网站百度再次出现了神韵巡回艺术团2012的内容 这是继百度前几天解禁转法轮为火和神韵艺术团后再度解禁最高封锁级别的讯息 据了解神韵至少在最近几天已经第二次被百度解禁 美东时间3月21号晚间百度解禁了神韵国际艺术团 并能搜索到神韵艺术团的官方网站 华府中国问题专家石桑山分析认为 自王力军出逃美领馆以后中共高层陷入了全面内讧 法轮功已成为双方死斗的焦点 他分析说这次百度对神韵艺术团和转法轮等敏感内容连续的解禁 凸显胡温与江系在是否延续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上存在根本分歧 也显示胡温与周永康的冲突升级和公开化 3月23号有人在大陆网络上发表文章 呼吁外界关注一名因批评重庆打黑而被判刑三年的前新闻工作者高英浦 这篇呼吁说高英浦198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 曾先后在亚太经济时报和华商时报任职 2009年底他因为在自己的QQ空间写了几篇日记 对重庆打黑问题提出批评被判刑三年 罪名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已经服刑一年半 美国之音报道曾经因卷入重庆涉黑案件而坐牢一年半的前 北京律师李庄表示他每天都会收到打黑运动所造成的冤假错案申诉材料 他认为薄熙来下台后会有大批冤案浮出水面 这些冤假错案的被害人及其家属会大量的涌现出来 揭露被刑讯逼供的事实 3月22号下午三名已经在联合国总部前绝食30天的藏人 获得联合国承诺调查西藏人权状况后停止了绝食行动 两名联合国官员向绝食藏人递交了联合国高级人权专员批来签署的信件 西藏青年会主席自望仁增对媒体说 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批来的信件表示 联合国官员已经同中国政府提出要派代表进入西藏调查发生的事 他们在商量具体日期 绝食的藏人祥萨仁波切表示 不是他们不珍惜生命 而是西藏人在中共统治下遭受的痛苦太大了 尤其是近期发生的累计30人的自焚 他们希望联合国支持藏人 好观众朋友我们稍事休息 之后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事禁闻